湖南语言教师 小李23岁 来自河南语言教师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大学期间说 都是学播音主持的是吧 对 都是学播音主持的 谁追的谁 我追的他 追了多久啊 时间说长不长 也就那么不到一个月 两个月吧 现在都大学毕业了是吧 对 已经毕业了 都做教师了 对 在做教师 就叫跟学的相关吧 行 挺好的 今儿来干嘛 想结婚 想结婚去婚姻登记处 跑我们这儿来干嘛 不是 就是我觉得 我都求过婚了 现在老师不跟我结婚 就是我在2017年 我能毕业那年 我跟他求婚了 他答应了当时 求过吗 求过 答应了吗 答应了 答应就嫁呗 我觉得求婚是求婚 结婚是结婚 两码事儿啊 你咋求的婚啊 你看大屏幕吧 我把视频带过来了 还有视频呢 对 好 这一次准备好了 我想问你 嫁给他 嫁给他 看着什么 嫁给他 嫁给他 我愿意 愿意吗 我愿意 这我怎么觉得像学校那个话剧社搞的话剧不像求婚啊 这个我得跟各位老师解释一下这个事儿 就是当时嘛 我们学校也是在做一个毕业晚会 你看 当时是在晚会现场 然后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事儿 只有他不知道 然后去求婚 本来观众也就可能一两百人嘛 听到我要求婚的消息之后 一传十十万百 来了三四百号人 把整个剧场做满了 我觉得当时求婚很成功呀 我也感动得语无伦次 他也感动稀里哗啦 我愿意 老师也听到了 他就不跟我结婚 姑娘为什么不能跟你结婚啊 为啥啊 我觉得我现在还小啊 你看看 2017年求婚 不是求婚是求婚 结婚是结婚 这是两码事 两码事 一八年的过去啊 已经一九年了 你还不跟我结婚 不是 你答应我 是不是得跟我结婚呢 他干啥的 把我当时送那个戒指给丢了 啥戒指 就是我当时求婚 送那个戒指 丢了 丢哪儿了 我不知道 丢哪儿都不知道 我要是知道我丢哪儿了 我肯定会去 把它找回来的呀 主持人是这样的 让我咋发现的 我给他送了一个细的 他倒好 买个宽的 圆的 不一样啊 但那对我来说 意义是一样 我虽然没买到一模一样的 但对我来说 是意义是一样的呀 他每次说这事 强词夺理 你知道吧 行了 他态度在乎 对啊 太难了在乎一个戒指呢 就是他不跟我结婚 这事让我很多长 是是是 你真的不想结婚啊 对啊 因为我觉得这个结婚的事 对我很重要 好 好 好 他不跟我结婚就算了 你说咱俩不结婚 他真的去我家 当成自己家一样的 两个人就没结婚 干着结婚的事 我俩下班以后 六点多回到家 我一不会做饭 他呢 也懒 他干啥呢 带着我去我爸妈家 政治参合 咱俩工作也挺忙 又没时间买菜 又没时间做饭 去你爸妈家吃点饭 咋了 我俩没结婚呀 我妈一直在催这个事 那谈恋爱也不让人去家吃饭呢 就因为 他这么小气 谁还要嫁给你啊 他隔着去我家吃饭 又不是说一周去一次两次 一周七天 可能去个五天半 那你爸爸不会特高兴吗 对啊 我爸妈就 我俩你赶紧挺好的 赶紧把这个婚事给办办吧 对对对对 后面我妈就忍不住了 他说你俩咋回事 他说我亲自问问 我这个未来的儿媳妇 问他 他哥咋说 我觉得现在很甜蜜 我觉得这种甜蜜 不想被打破 我不想走进婚姻的坟墓 我妈当时记得 就直接去房间了 这本来就是我的真实想法 我还不能说说 我自己的真实想法了吗 不不不 姑娘你也太嘚瑟了 什么就是坟墓啊 没有我觉得 现在谈恋爱挺好的 就不结婚 反正怎么谈着 没说不结婚 没说现在结 他太急了 不是我急 就是这种事情 你看吧 刚刚我妈那个事 刚没过多久 还一件事 他还真没让我妈听到 我妈听到咱俩就崩了 他后面我俩 你妈听到为啥 你俩崩了呢 因为他就说 我29岁之前不生孩子 我觉得我是接受不来 这个事 我觉得我现在还是个小孩 你现在让我生个小孩 我自己都照顾不了 我还照顾他去 你就拿这个事来压我 我在家可说不过他 他也知道我 为什么这么着急 其实 为什么这么着急 我结婚不是为了我 而是为了我奶奶 因为我奶奶 现在已经80岁了 我想着在她能够 有生之年 见到我结婚 然后抱抱我的孩子 怎么了 跟你上了一年 那你结婚是为了 你奶奶结婚 那我呢 我也要为你奶奶结婚吗 我这辈子只想 为我自个儿结婚 不是 能够理解一下我 为什么结婚 那你能够理解一下我呀 不成啊 说说这个平常相处的怎么样 还好吧 你呢 幸福吗 我觉得我生活方面挺不幸福的 为啥 18年我当时我开视频工作室的 我当时有两三个客户的原素材 哗了一下 摔地上了 当时后面花了三万块钱 在全国吧 找个很厉害的公司 恢复了百分之七八十数据吧 但前期我还是赔了七八万块钱 我当时刚毕业呀 赔那么多钱 真的是东平西瘦的 才把它还上去 然后她倒好 她当时把我妈的气了进医院了 我真的 当时我妈现在还 她干嘛呢 我不是 我妈给我准备一套结婚的婚房吗 当时因为地理位置特别好 又拆迁 然后她搁着干嘛 跑去问我妈要钱 我问你妈要钱是为了啥 你难道不知道吗 你能不能跟我商量一下 你把我妈气进医院了呀 那个事 她咋想起 但是我又不知道后果这么严重 她是跟我说 这样跟我说 她说 有钱的时候 我开工作室 顺风顺水 你就跟我好好地相处 你没钱了 你就问我妈要钱 然后觉得你很失利 你知道我妈本来对我 你当时工作室失败的时候 我对你不好吗 难道我离开你了吗 我说我很感激你 我不是说 如果说你妈真觉得我失利 我当时你工作室失败的时候 我就应该直接走了 但是我没有离开你啊 我问你妈要这笔钱 是为了什么 难道不是因为 想让你站起来吗 但是你能不能去 跟我妈要钱的时候 你跟我沟通一下行不行 我觉得这个事你做的确实让我很难受 我妈当时就跟我说啥 这个女孩别要了吧 外面还有大法女孩 就我妈就先有压力 那你妈不理解我 你不能理解一下我吗 主持人你看 她总是站在她妈的角度考虑一下 从来都没有站在我的角度 为我考虑一下 所以工作上面不好 生活上怎么样 生活上 就拿前段时间嘛 她是河南的嘛 当时她那大院里有几个 异性的铁哥们结婚 打电话给她说 那个你给我回来当伴娘 叫她回去给她铁哥们当伴娘 我觉得这个事 我接受不了 啥意思 男的结婚还要伴娘啊现在 给她对象当伴娘 哦 去了吗 去了 去了 我两人大吵起来之后 我给她朋友打电话 她朋友发了啥话 你自己说你态度好吗 我觉得我挺好的 我说维埃哥们 你能不能注意一点 你内叫态度好 你噼里啪啦地 打电话给我朋友骂一顿 完了之后 我朋友给我发了一长大段的话 说你找的是什么男朋友啊 一点都不靠谱 赶紧回来家再找一个吧 如果说你说话态度 对我朋友好一点的话 他会对你造成这样的印象吗 但是你能不能考虑一下我 他朋友 哎 这事 我朋友都要结婚了 你还吃哪门子醋啊 我是不是你未婚夫 我俩求婚你答应了 那你遇到这种事情 人家都说 你拆始作庙 不拆一桩婚 这个事你也知道呀 那你为啥 我跟他有矛盾 你这胳膊肘管在外 我觉得你就是不爱我 你知道吗 我没有胳膊肘往外拐 我只是 如果说你 当时对我朋友态度好一点 他会不会对你 造成这样的印象 不会吧 我那态度挺好的 态度问题就不说了啊 就是要结婚是吧 对啊 我觉得他 我觉得你们俩现在 真的不成熟 结婚就有点太早了 再磨合磨合吧 小子 因为我觉得我还是想 据争取嘛 因为之前我觉得 求婚可能17年 也过去一年多了 我觉得可能他 对求婚有误解 你知道吗 所以说在 我们刚刚求婚的 19年纪念日 我给他又准备了一次求婚 这次有视频没有 这次视频没拍 我一个人单独准备的嘛 就一直准备了蜡烛 也是准备了一束花 我还跟他讲清楚这一次 在18年把证领了 婚事可以往后再办 然后他倒好 行 我答应你啊 三个条件 第一个 练八块腹肌 你看我这身材 八块腹肌 你不是为难我吗 第二个 你学会做饭 这做饭哪是一朝一夕 能做出来的 每隔一两年时间 你愿意吃嘛 对不对 我自个儿都怕 第三个 他不能碰到手机 我觉得他提这三个要求 就是隐贵地拒绝我这次求婚嘛 我要是拒绝你的话 我就直接拒绝了 这已经是对你的一种妥协了 首先第一个 健身 平时我也喜欢健身嘛 然后我拉着他 让他跟我一起去健身 有什么不好 第二个 学会做饭 你一直说我去你家蹭车蹭喝 那咱俩自己学会做饭 不去不就可以了吗 你连这一步都不愿意卖出去吗 第三个 不让你看我手机 是因为你不要随便拿我的手机 给我朋友打电话 说什么噼里啪啦地骂人家一通 你开啥事呀 我觉得他的朋友不支持我 我家里也不支持我 但我如果还不支持 我俩人真的没了 你们俩就这么脆弱呀 对呀 他的朋友说句话 你妈说句话 你们俩就没了 就靠结婚就能稳固了 就俩人老是太大压力了 工作工作不顺利 你有压力吗 我还好 人家没压力呀 他天天回家就是走去 你妈在吃饭 能有啥压力呀 那你有啥压力呀 我就想跟他结婚 我觉得我现在 先把家给成了 再去立业嘛 行 我问问姑娘 你父母见过这小子吗 见过 啥印象 反正他是挺上进的 但是觉得我们就是 我爸妈就一直说我还小 我是真的还小啊 你自己在这个 整个的这个婚姻规划 你是怎么规划这段的 我觉得26左右结婚 然后29生孩子 你就不担心说到26的时候 他跑了吗 跑了我在找啊 就是你是把他吃得死死的 他绝不会跑是吧 没有 我觉得这还是要看两个人吧 如果真的是结婚证绑在一起了 那我觉得我也宁愿不要这段感情 你怕他跑吗 跑到还是有点担心的 为啥担心呢 因为他早上太漂亮了 追求者有点多 就是把这个正一领的话 晒个官宣就好了 然后再把孩子一生的话 就是这个容颜也不在了 对 所以你是为了毁了他才娶 是吧 都捞在网里就不算数是吧 来吧 老师们给分析分析 应该怎么做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听两个学步音专业的孩子吵架 真有意思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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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是要把他给弄牢里面去吗 这婚姻观不对吗 你为什么要跟人结婚 你跟人结婚的原因是因为你立业一定要在成家之后吗 对啊 因为我觉得立业之后就不去操心这些感激账的事了 对 所以你知道你们两个人分歧在哪吗 结婚是人生的开始还是结束 你们的分歧在这个地方 你认为是人生开始 他认为是人生结束 他说什么坟墓啊 他会觉得说我自己独立的个体的人生 在结婚之后 生完小孩之后就结束了 是吧 你会觉得说那才是我的人生开始 都不对 结婚不是把个体的生命结束 而是云出自己个人的部分的自由时间 放到一个共同家庭的组建 和对下一代的抚养上面来 就很简单嘛 他想要在结婚之前先立业嘛 你想要在结婚之后再立业嘛 你们对各自生活的规划不同 为什么不聊生活的规划 为什么要去聊结婚呢 明白吗 你们的分歧在于对于人生的规划不同 你们聊自己人生的规划 聊对于生活的判断 聊我今年明年后年 我的生活想要怎么样 我的事业想要怎么样 我的人生想要怎么样 聊这个嘛 聊什么结婚嘛 聊什么求婚嘛 互相参照一下 看看对方内心缺失什么 看看自己内心需要的是什么 然后再谈一谈 就这样 求婚的戒指都能丢 就看来这场求婚 完全就是一场儿戏嘛 吗 未经许有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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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了几位老师说的话以后 觉得很有道理吧 就是可能真的没有这样去静下心 想过这些事 行 那我就不多说了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 那几天和古方红堂真情六十秒 我觉得有时候把爱捆绑得太过于牵强 我觉得我不应该受我家里的影响 我觉得我还是爱你的 不发我内心来说 我有很多问题 我不能说老师听着我爸妈怎么样 我家里我奶奶怎么样 可能我太小气了吧 也可能我太自私了 不会改的 我觉得几位老师说的都很对 我们两个太幼稚了 还需要成长 真的太幼稚了 请亮灯吧 不是 你幼稚 你哭什么呀 二十三岁幼稚很正常啊 生活不就得摔过来的吗 所以我说你们今天算是第一次摔嘛 女生是感觉到那摔得还挺 男生还浑然不觉呢 也很正常 二郎当岁的人也就这样了 还是那句话 有则改之 无则加勉 是不是 挺好的了 现在请我们的嘉宾朋友 一起打开爱的记忆箱 来 请开箱 去吧 拿一下这个记忆看是什么 女生你给男生的是什么呀 是一枚硬币 就是我们两个最甜蜜的那会儿 然后这个硬币就相当于是 我们两个的裁判官 就是我们两个有什么意见不合 就是靠硬币来 正面是我 反面是他 我是想和这个人置一辈子硬币的 你那是什么呀 一个融化了冰淇淋的包装盒 因为在18年6月份的时候 我工作是重创吧 出了很大的一个危机 那个时候我感觉天 它都是黑色的 无数次想过要了结自己 当时他也给我打个电话 问我在哪儿 我没有告诉他 当时他围了我们学校 找了一个多小时 拿了一个融化了冰淇淋 找到我说 有我呢 我当时听到这句话 我感觉天空慢慢都有颜色了 谢谢你们的分享 两位请回吧